古人怎样表示一天里的时间? 一日的时间长度,现在是以子夜零时算起,划分为二十四小时。 古时候没有计时仪器,我们的祖先又是怎样计算时间的呢? 由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,人们必须把一日划分为不同的时段。 可是时间的概念比较抽象,不容易表达。 为了便于理解和交际,古人便把时间和具体形象的东西联系起来。 基本上按太阳在天空的位置和天色不同,分一昼夜为十二个时段。 也就是 这些名称在古书中都明确地表示严格的时段。 夜半又叫夜分,相当于子时,指半夜的一段时间。 因为夜半恰在子时,所以后来半夜也叫子夜。 鸡鸣相当于丑时,指天亮前的一段时间。 平淡又叫平鸣,又叫平鸣,魅爽,魅淡,魅鸣,魅鸣,相当于银时,指天刚亮而未全鸣之时。 日出,日出相当于某时,是太阳出来的一段时间。 孔子家宇,日出听证,至于钟鸣,后来又结合成词。 就是关牙在某时,点焰利益,所以形成点某一词,相当于现在的上班点名。 时时,也叫早时,相当于晨时。 古人一日两餐,早饭在日出之后,于钟之前,所以呢,这段时间,叫做时时或早时。 于钟,相当于四时,指将近中午的时段。 于,这里指东南角,意思是过于未中,所以叫于钟。 日钟,相当于五时,是太阳正中的时刻。 日跌,日过午,天斜,日过午,偏斜,叫跌,也叫坐,相当于未时。 不时,古人晚饭在日跌之后,日入之前,这段时间呢,叫不时,相当于深时。 日入,日入,相当于有时,指日落的一段时间。 黄昏,相当于虚时,指日暮之时。 人定,相当于亥时,指夜深众人寝息之时。 这些时段,古人虽然不像现在这样,用钟表表示。 但是,每个时段所确定的时间,还是严格的,明确的。 每一个时段,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。 这些时段中,有些时段,并不时时都用来刻指,有时候呢,也用以泛指。 不时,就泛指晚间。 有的时段呢,有的时段呢,还常常用意思相近的词来表示。 比如,一般把日出的时候,叫做,淡,早,朝,晨。 日入的时候呢,日入的时候呢,叫,昔,暮,昏,晚。 所以呢,古书上常常见到,朝夕,暮,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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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不过,这些词所表示的时间,不同于上面所说的较为准确的时段。 刚才摘要播送的是,吕庆叶的文章。 古人怎样表示一天里的时间? 这篇文章刊登在新村杂志1984年第二期。